到大道成直播吃小吃 但跟网友互动维持声量之余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也紧盯柯文哲妻子陈佩琪 日前公布的金流动向 发现5月21号民众党新主事员李国璋 才会23万到柯文哲私人账户 党员跟党主义之间有这种 23万的金钱往来 那如果这些都不是 那是不是李国璋有在帮柯文哲 新竹包括那个芭蕾园那个停车场 用膝盖想都知道 那23万是柯文哲主席 给我的农地的整地剩余款 柯文哲去年大选期间 被爆出新竹农地改建 停车场违规收租 李国璋澄清 后来这块地由他负责整地 不过就算这笔戒是清 王毅川又在明夕发现猫腻 指一有三笔金额 在短短30秒内转账完毕 预约转账 那代表陈佩琪会预约转账 如果陈佩琪会预约转账 他为什么要去ATM领钱存账 领钱存账 虽然陈佩琪也没说 自己不用预约转账 但起人一逗的不止这 仔细比对发现三笔当中 40万仲介费 跟420万买房清约款 都进了保约专户 倒是中间这笔 152万没进账 而且后来提供媒体的版本 这笔款项还特别打码 会不会是会到另外一个 履约保证的户头去 那就有人推测 会不会又是新的物件 特定人士呢 想要用竹笔对账 竹笔检查的方式呢 故意含砂射影 误导社会事件 随陈佩琪公布金流名系 绿营和柯黑人士 仍然紧盯 不放过任何金华城案 相关的蛛丝马鸡 TVBS新闻刘云 陈佩琪公布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